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是吧 好像 他的能力确实还可以 思误秘书 我是让你管传染病科 那是文科 传染病科 我洁生自豪二十个 这不是侮辱我吗 抱歉不走 我这就冲进去吧 这鬼鬼祟祟的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曾经的头牌 牟总啊 威婉小姐 请你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 牟总说的是没种适可而止 您这是 出局了 太可惜了牟总 实在不行了 他就别这了 在会所这么多年 总要有点痴病的 威婉小姐 我看你的职业病症状 听说你们家公司 已经成为了一个空壳 你也就是一个名义上的 富家前景 苏秘书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敢羞辱我 牟总 票已经挂好了 牟总 你们俩 你之前是在耍我吗